我的母亲是在54岁的时候中风 当时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位耶稣 但是在于大概21年前 我的妹妹因为一个工会 就是到了美国去做了一个交换的工作 然后在那美国信了主 当她在美国信主的时候 就三个月的时间很迫切的为我的母亲祷告 为我们的家人祷告 就回到台湾 她马上就传了福音给我的母亲 又给我一个最小的弟弟 那当下我的母亲很特别 她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可是当我妹妹回来跟我妈妈讲 妈妈我们拜错了神 我的母亲马上就回了一句话 那哪拜错了 那哪一个才对 我妹妹就告诉她 我们要拜一个是 创造宇宙万物真神 那是耶稣 所以那才是我们的真神 当下我的母亲就当天就信主 决志信主 但是我相信这是因为我的妹妹 也为她祷告了一段时间 那我的母亲信主以后 我的妹妹又跟我的小弟传了福音 我小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也信主同时除了家庭里面的偶像 当时从偶像的我未信主 但我也参加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耶稣应该是不错的 只是我当下并不是我的信仰 祂不是我的神 请问那时候你的弟弟中风了没 那时还没中风 那时候我弟弟还是很强壮的 那时候你的妈妈中风几年了 他五十几岁 他六十 应该有二十年前 八十二十年前 妈妈是七十岁 大概快七十岁的时候 妈妈十一月岁 所以他那时候已经中风十几年了 十五六年了 对 后来又就 弟弟也很快跟妈妈就同时 就受死 后来他们也一直为我们祷告 那我是在我们家里面 我应该算是最完整的那一个 最什么 最叛逆的那一个 因为我大姐权力很大 在家庭里面 因为爸爸很早过世 所以我在家算是大姐 就是权力很大的 那妹妹当时也跟我传福音 但是我觉得你们信 你们去信我也会拦阻你们 但是呢 那不是我的神 那是外国人的神 那时候你有其他的信仰吗 我有 当下我是什么都拜的 什么样的 我都拜的 民间信仰 是 然后我也曾经在慈祭 做过那些 搜 搜钱的 就是去 每妇每妇去跟人家邀 来参加慈祭的 生物委员 是 我也做了一段时间 甚至我在开店的时候 我那时候我也因为想说帮助人 所以那时候我店里面的第一笔 生意的收入 那时候我是奉献给慈祭的 但是后来因为慢慢的我 一直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 但是到后来我的妹妹 再一次 在中间里面不断的传福音 可是呢 我不怎么去理会 我也不怎么 觉得那不是我的神 我做的我这样子很好 那事实上我并不好 其实我的一直 我的经济 一直是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一直很辛苦 我赚很多的钱 可是我要付出又很多 很多的就是杂万的事就会进来 我钱总是不能够留在我身边的 当我有一段时间 我妹妹的小孩住院 那在医院里面 因为我很疼我的这些弟弟妹 因为我是老大嘛 就像妈妈一样 所以我很疼 所以我去医院看房的时候 那时神的圣灵进到我的心里面 那时候我非常的柔软 我妹妹告诉我 听了我 因为我去那边 我就是在牢骚 就说我如何的辛苦 家庭如何的重担 这样子 我妹妹就过来告诉我 她说 那你要不要 大姐你的信仰 你那么认真在内的信仰上 可是你有平安吗 我告诉她说 我当时回不出来 因为我的心 但是我没说 事实上我没有那个平安 可是我回不出来 我妹妹就说 那你要不要信一个真神 他是可以给你平安的名 我当下去难 我的口里进来是不容易的 我进来说 好 我妹妹就为我说 如果你愿意 那么我带你做一个祷告 你愿意吗 当时她在对我做这个祷告的时候 我是哭的西地方 我觉得那个是在我一生里面来 我爸爸死我都没这么的 这样的一个哭 但是当时我的哭的是鼻涕也流 眼泪也是 我是整个人是完全失态的 对我来讲 我是很在乎这个行 这个行为啊 这个我那时的情况 我是没有办法自主的 我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圣灵进了我的心 他软了我的心 把我那个刚硬的心拿掉 当下我就决定信耶稣 那我信了耶稣以后 我是当那时候 大概是九月底 我在十月初就开始 我就说 那我可以去教会了 他们就邀我去教会 我就去教会 我从那一绝次的 第一次的十月开始进教会 我就一直在教会到现在 那你现在觉得 你得到了平安与喜乐了吗 哇 那是无法形容的 这个是你没有尝到 你也没办法 那我常常说我见证 我以前的 说的我以前 所让人家看到的一个外 是一个外表 我现在是可以摊开 大家一起可以看得到的 因为我现在喜乐是来自内心 我以前的喜乐 是因为我不能让人家 看到我的不好 我在外面必须要 刚强让人家看 要不然人家可能会 瞧不起你或者是怎么 可是我现在不是 我当我信了耶稣以后 我可以告诉人家 我所面临的 或是我所经历的 而且我是很诚实的 可以说出来 没有 不需要再装扮的 不需要再 而且那个平安 嗯 其实真的讲 从来没有尝试过 以前从来没有得过 总是以前 赚再多的钱 总是不够 可是我很感谢神 我现在我的钱并不赚的不多 可是我却可以 恩典够用 我想要做什么事 就可以这样子的 神就这样子的带领 感谢 那我的家也透过妹妹的这样的一个传福音 然后我的 连我的三个孩子也全部都信我三个 我有三个儿子 我的三个儿子也都信 陆陆续续的 连我最认为不可能的 我的小儿子 那个性相及的我 年轻的我 火气很旺 然后自我很强 我们那时候也在想 这个孩子我很难 待他信主 可是呢 我们也一直不断的 没有间断的为他祷告 只是当到有一天 我儿子要结婚的时候 他来问了我一句话 他说妈妈我要结婚了 可以吗 我说可以啊 可是他说问我 妈妈有什么要求吗 我说我没有任何要求 但是我的要求就是 你要信耶稣 然后让耶稣成为你们的帮助 要不然儿子以你的个性 我看你的婚姻会很难走的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耶稣 成为你们的帮助 你这样子的结婚 妈妈才能放心 我的另外 那时候我的未来的媳妇 他就问了说 他就问了他媳妇说 妈妈说要在教会结婚 你要吗 可以吗 我那个 那个未来的媳妇 竟然说可以啊 很好啊 这样子 就开始我的儿子 把他引进到教会 然后我儿子现在 在教会里面 也是一个核心同工 就是很乐意 服侍的一个孩子 所以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事 可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我的儿子现在 已经又有两个小孩了 而且婚姻非常的幸福 两个夫妻都在教会 聚会 然后小孩子在主日学 然后他们 在教会里面的服事 非常的热烈 这是我非常 而且我的孩子也都在教会里面 这是我最安心的 我以前是我怕看不到的 现在是神帮我看住他 是是是 那你是你家里 六个小孩里面 我是最大的 第三个接受 我是 对 我是第三个接受 然后再来 就是我的大儿子 然后慢慢的 我的妹妹 我的弟弟 什么 就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 就是我的二弟 二弟因为有些的 远时候还未到榜 可是我们还在努力的当中 我们还一直持续为他祷告 我相信在神没有完成的事 谢谢你 谢谢跟我们分享 祖的这样的 愿神是乎你 是